日前行政院長蘇貞常常用三倍券買漫畫 要送給孫女 沒有想到能衍生的是政院統編風波 現在則是傳出這位是副總統賴清德 他到雲林參訪買威士忌 再打上的是總統府的統編 也遭到質疑是假公祭司 對此把發票PO上臉書的業者就表示 當初發文是要表達對家中產品的驕傲 要向賴副總統說一萬次抱歉 表示造成了你的困擾 來 這裡還有四塊 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拿三倍券買漫畫 當時03722403瞬間成為熱門數字 無奈衍生出爆工帳統編風波 沒想到這把火竟然繼續燒下去 日前12月16號副總統賴清德 低調前往雲林虎尾 店家PO上臉書形成曝了光 但令人驚訝的牌不止如此 威力挺在地名釀威士忌 賴清德當然也買了一瓶 店家興奮把發票放上臉書寫到 沒想到我們也會在發票上 寫上總統府以及03799401 這串神聖的數字 更幾乎總統府都買了 大家不買嗎 此問一出引起熱議 外界進一步質疑 難道府願買東西都可以隨意 爆工帳嗎 如果說是公務上的使用 我想這可能比較說得過去 但如果說是私人要引用的話 那恐怕打上銅鞭 用公務預算 甚至特製費來報銷 這一點是讓人家覺得說 是比較不符合他的項目跟名稱的 民進黨執政了這五年半 到處看到都是貪婪 小的要貪 大的也要貪 網友瘋傳批評身上四起 總統府火速澄清強調 依照特製費規定 購買地方特產作為 匯贈外賓使用 並非外界所說 爆工帳私自使用 總統府同邊正義雪球越梗越大 也難怪這回賴清的野生線風波 遭外界放大鏡檢視 謝謝文永安 謝謝台北參謀報導